在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 王朝更典 盛率兴亡 然而统治者对权力的贪婪和对手段的不择 历朝历代却如出一辙 清朝这场满足入主中原的征服 同样也在巩固统治的过程中 产生了一系列疏导皇权 整肃皇室的权力机构 其中令皇亲王爷们闻之色变的宗人福 便是清朝皇权系统中最让人胆寒的产物 一 牢笼的前世大明政院 在中国历史上 管理皇室事务的专门机构自古有知 明朝的大明政院便是其中的典型 1368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便设立大明政院 用以约束皇族 这座效仿锦衣卫的皇家机构 不仅掌控皇室事务 也对文武百官实施监察审查 一旦有人触犯皇权 便会被扭送政院 接受各种酷刑逼供 这样的手段 在明初年间并不罕见 要知道明朝是在元朝覆灭之后崛起的 朱元璋需要防止藩王抬头 加强皇权镇压 因此大明政院必然也成为朝堂中让人胆寒的存在 政院提督太监汪植就是这个系统的早期代表人物 他手段残酷 让明初的政治生态充满恐怖和互相制衡 这种激进的手段在成祖朱棣时期达到了巅峰 这个静难夺位者为了防止远方藩王造反 大力使用政院系统整肃一击 成祖甚至通过此扩大皇权 直接化归政院管理元属六部的事务 一时间政院成为让文武官员恐惧战力的存在 随着明朝中央集权与皇权达到顶峰 政院的草菅人命也遭到反噬 到了嘉靖年间因为过于残暴政院被废除 其职能分散入其他系统如独察院等 然而他黑暗的影子还是烙印在了明朝政治文化之中 这时北方的女真人已经崛起逐鹿中原 建筑女真的努尔哈赤也在寄于明朝江山 为了争夺天下 他不得不整合女真各部 建立起可以与明朝抗衡的君主专制体系 在此背景下 政院这种皇权系统为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 二 牢笼的演变宗人府的设立 1636年 皇太纪改国号为大清 逐步建立起一个与明朝类似的封建王朝体系 其中监督皇族的宗人府便成为明政院的翻版 宗人府一名首建于清士族时期 在皇太纪数次争鸣的过程中 皇太纪多尔滚等皇族藩王曾有谋反行为 因此皇太纪意识到必须严密约束爱新觉罗家族成员 于是他仿照明朝政院的模式 建立宗人府这一皇室管理机构 用以整顿皇室防止内乱 与明代政院不同 清朝宗人府只管理爱新觉罗家族男性后裔 不过问其他姓氏 他的主要职责也更加具体 及考察皇族成员的品行 教育皇子 并对有师德行为的皇室成员实施惩处 这样一座直接隶属皇帝 进行皇室监督的机构诞生了 文污百官再敢有逾越皇权的行为 皇上只需一道圣旨 便可将他们扭送宗人府 接受各种刑罚 这样自己师祖康熙开始 宗人府便成为实施皇权 承治皇室成员的戾气 他不仅能够遏制藩王的反叛 也成为皇帝牵制太子党争的有力手段 这让不少皇子王爷对此心生畏惧 生怕一招冲弄圣上便会沦为宗人府中的阶下囚 三皇命难为 康熙将太子关押入宗人府 对清朝皇子王爷而言 宗人府是他们最不愿提起的地方 那里不仅代表皇权的残酷 也是皇帝对他们的深切失望 康熙晚年发生的一段往事 便说明了这点 1712年 康熙武士大寿时 原本按照礼制 应该由皇太子印仁代表皇子们诸授 但是当日却见不到印仁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康熙的大阿哥印制 这律师者 皇太子之位已经换人 原来 年间二十出头的印仁性格刚烈 未能取悦康熙的心 假之他与几名兄弟不和睦 被对手揭发他有谋反嫌疑 1712年 康熙便废除了这个令他失望的太子爷 改立温柔务实的四阿哥印珍为太子 而印仁本人也被软禁在宗人府 从此失去了见天日的机会 相比之下 印珍更从会通达 善于处事 康熙为防止霸出太子引发动荡 也给予印仁一定的物质照顾 只是命令宗人府严密看管 不许他对外发表言问 这对一个二十出头 血气方刚的皇太子而言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印仁性情刚烈 没没想到自己被软禁在这座皇家监狱 心中难免愤怨 只是皇命难为 他也无可奈何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印仁生活在宗人府的禁锢中 受尽了身心的折磨 直到1715年 新太子印珍去世 康熙才将印仁重新立为皇太子 然而经此波折 印仁的心结也难以释怀 1722年 康熙驾崩后 他终究也未能登上大宝 只能在心中咀嚼这份屈辱 四 牢不可破 雍正将地理囚禁于宗人府 印仁之所以深恨宗人府 还因他的一母弟雍正曾将诸皇帝囚禁于此 这出于雍正刚愎自用的个性 也因皇位争夺的残酷现实 1722年康熙的驾崩后 四阿哥印珍已经去世 理应有长子印仁即位 然而雍正联合幕僚白牌夺得皇位 此举引发弟弟们的强烈不满 尤其是八个印寺 一心想还证于印仁 多次上书元老请印仁即位 这在雍正看来是谋反罪行 于是雍正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印寺和他的党羽 一起关进了宗人府 接下来几年内 雍正对这些弟弟们遭遇残酷的刑讯逼供与私刑 直到将他们拷问致死 而印寺本人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待遇 他为雍正判处勇士囚禁 甚至要在宗人府中当马夫 负责每日打扫马粪 这样的刑罚对一个皇亲王爷而言 简直犹如身份 印寺被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摧残 直到十一年后 他被私刑打死在狱中 终结了这残忍的折磨 可以说 宗人府成为雍正清算一己的利器 凡与雍正争夺皇位者 必将囚禁于此 受尽罪罚 这残酷手段也让宗人府的恶名远扬 在外界眼中 这已成为雍正暴政的象征 5 老我可破 乾隆时期的宗法典语 雍正去世后 乾隆帝即位 他温和儒雅的作风 表面上令宗人府的恶名有所缓解 然而 这只是表象 乾隆初年 继续发生了一系列 因皇位继承引发的血案 1750年 乾隆帝的长子弘历一亲王去世 按照理智 弘历的儿子永远应该成为皇太子 但是乾隆偏袒刺子永远 要离他为太子 这引发弘历一脉的不满 最终 乾隆以他们谋反的名义 将永远等人关进了宗人府 经过残酷的拷问 永远被打入冷宫 其他王宫也都被哀嚎戴罪 这样的手段让人不寒而栗 为避免再次引发争端 乾隆开始在宗人府的基础上 成立宗法典语 这实际上是皇帝直接控制的刑场 所有宗室遭此囚禁就是生不如死 到了嘉庆 道光时期 皇位继承的斗争进一步白热化 嘉庆帝曾多次利用宗法典语囚禁一己 其中以冷落太子 监禁代价是最为典型 这让人看到宗人府的黑暗功能并未改变 只是形势有别 直到清末组织崩坏 复辟君主制的常事失败 这座象征皇权的监狱才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 然而它代表的权力与血腥仍托古人梦 成为一个时代的助角 站在历史这端 我们不应将宗人府的残酷 简单归结为统治阶级的邪恶 它同时反映出军权对稳定的追求 以及人性困境的无奈 宗人府是皇权的产物 它集中体现了封建专制的种种弊端 为了国家稳定 君主不得不牺牲自己骨肉 这是他们时代的局限 而被囚禁于此的王爷们 也都是人之常情 追求权力的同时难免遭遇命运的反噬 他们的软弱与无奈 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普通人的困境 种种罪与罚 或许正是历史进步的阶梯 审视过去的残酷 何尝不是为了更好地拥抱那即将到来的文明和仁爱